黄华 阎山一带 是否是秦代徐福的东渡之地 日本文明的先祖是否来自中国 历来众说纷纭 不过最近进行的黄华冠西城发掘 和福堤城战国瓮官藏群墓葬的发现 有可能给这些说法提供重要佐证 从黄华市文宝所获悉 在黄华市福堤城建设公园时 偶然发现了成人瓮官藏群 墓葬形式为贯府和大小贯组合的埋葬形式 年代初步推断为战国时期 经过初步勘探墓葬有六处 位于地面约两米深 考古人员对其中四座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 揭露后的墓葬墓向为南北方向 呈东西排列全部为瓮官藏制 此前阎山既有学者提出 须服东渡日本是从黄华阎山一带启成的 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当时两地的丧葬习俗惊人的相似 都有瓮官墓 阎山学者提供的证据瓮官藏 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较为流行 用陶瓮或陶罐做藏剧 多为二次藏 先藏于墓馆 后石骨重藏于瓮中 或藏换铜 此前苍州一带已多有发现 在弥生时代及公元前三世纪前后 原本发展缓慢的日本原始社会突然一夜暴富 飞跃进全新的农业社会 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物和遗址的深入研究 日本考古学家认为 弥生时代的跨越根本在于中国秦汉时期的移民入岛 他们带来了大陆先进的农耕文明 给日本列岛带入全新的气象 现在一些日本人说自己是秦人徐福的后裔 他们的理由是 在日语中秦与羽田的发音相同 前日本首相羽田就称自己是徐福的后裔 日本赵和天皇的玉帝三立功也曾动情地说 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日本前首相羽田兹 曾于2002年专程到中国祭典 他多次表示 羽田家族来自中国 祖先是徐福 在日本 徐福是作为日本先民的引导者 和日本文化的开拓者的形象出现的 因此日本各地对于徐福的崇敬程度 更要远超中国 由于这种崇敬的心理而引发的祭祀活动 也更是层出不穷 热闹红火 如今 日本新宫室有徐福墓 这里的人称徐福为私农 私药之神 像我们中国对待中国神话中的神农一样 日本人认为 徐福的到来开创了日本祖先 由神文渔猎文化向弥生农耕文化过度的先河 还有的人认定徐福即日本的神武天皇 历史上率先提出日本开国神武天皇为中国人的 是中国清代同志年间 公元1862至1875年 驻日公使馆一等书记官黄尊县 日本各地先后涌现出90多个纪念徐福的组织 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日本各界对日本开国史的重新审视 发出重新编撰开国史的呼声 在御人天皇之地三立功的支持下 1977年 魏廷生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译书 在日本翻译出版 至今尚无人提出系统有据的反驳意见来 也就是说 现在多数日本人倾向于认为日本开国天皇是中国人徐福 上图表示的是徐福到达日本以后 与日本土著和谐相处的场景 徐福坐于正中 左侧是中方人员 右侧是日本土著 信字 是流传于阎山县千铜镇一带的民间祭祀活动 据阎山县志记载 信字俗称台阁 他最早出现于汉代 每逢贾子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举办一次 信字高达十二米 由木杆属铁棍绑制而成 树杆的顶端是用铁棍木板搭起空中的舞台 台上的同男同女表演出各种各样的造型 日本世子节与中国信子节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日本左贺金利山的山顶上 有一座具有两千多年的金利神社 社内的神就是徐福 所谓世子是指世神后裔 在同一地区信奉同一世神的人们 据此不远的另一座庙宇中 供奉的女神明阿晨 传说她是当地一位土著头的女儿 因为爱恋徐福殉情而死 被尊为阿晨观音 两千多年以来 左贺金利山一带便流传着对徐福年年春 秋祭祀和五十年举行一次徐福大祭 虽然历史变迁朝代更替 却盛行不衰 祭奠隆重一成 时间在日历的四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 与中国的农历三月二十八几乎是同时 信子节因思念远去不归子女 忘其魂归故里而形成 世子节即金利神社徐福大祭 因思亲祭祖而形成 这两个古老习俗 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民族 却有着密切联系和因果关系 关于日本人的祖先 流传最广的就是徐福东渡 徐福是秦朝著名的方式 他博学多才 通晓医学 天文 航海等知识 且同情百姓 乐于助人 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 后来徐福被秦始皇派遣 出海采仙药 一去不返 乡民们为纪念这位好心的名医 把他出生的村庄改为徐福村 并在村北建了一座徐福庙 后来有徐福在日本的平原 广泽为王之说 不过在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 日本人的祖先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古岳祖 在秦朝汉朝之前 居住在长江下游 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的古岳祖 在我国南方 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民族 同时又是一个内部社会发展 很不平衡的知系繁多的民族共同体 故历史上有百岳之称 正如汉书地理志陈赞月 自交旨至会计七八千里 百岳杂楚各有种姓 他们在中华民族形成中 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那么古岳祖的人民 为什么和日本建立了联系呢 首先 根据和睦度考古出土了 我国最早的独木周和木讲 表明了古岳先民 早在新石器时代 已经掌握了航海技术 而航海技术 无疑是古岳祖 抵达日本群岛的客观条件 在这一点上 春秋末期的吴国和越国之战中 曾经动用了数千人的水军 这也表明了越国人民 对于航海技术的炉火纯青 进一步来说 哪些证据表明古岳人 或者是越国人到过日本呢 对此 一是古岳人和日本人 都有以鸟蛇为图腾的习俗 二是根据日本学者的说法 公元前一千年 稻谷从越国地区 传到日本九州地区 三是在墓葬建筑 和风俗上 日本农村地区 也存在古岳族的甘蓝式风格 四是最直接的语言和地名上 日本的地名上 含有月子的成百上千 而在日语的发音中 也存在着明显的月音和古月语 最后就是当时的 古岳族生活的越国地区 本来就是我国的沿海一带 在春秋战国时期 为了躲避战乱 而向日本地区迁移 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尤其是在越国被楚国消灭后 古岳族人民一方面向南迁移 包括现在的越南 都和他们存在联系 考虑到他们掌握航海技术 很有可能在徐福东渡之前 就来到日本群岛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